上节目接收专访 卫福部长陈时中 针对疫情的通盘状况 侃侃而谈 节目尾声画风一转 年底参选台北市长的可能性 陈时中首度松口 透露确实被探过口风 但还是以疫情为优先 也牵动他参选的时机点 首都台北市长选战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的民调显示 蒋万安最大的对手就是陈时中 假设民进党征召陈时中参选 支持度是26% 蒋万安39% 至于市政经验充足 相对快上手的黄珊珊 也有将近17% 在疫情时期 医师是最夯的 不管是林静怡成功选上立委 或者是国家队的队长 陈时中如果投身台北市长选举 这将是一个政坛的震撼蛋 陈时中不排斥选台北市长 还说这是打团队仗 个人当然也是很重要 但只要是团队在任何时间 需要任何人协助或是挺身而出 都是应该做的 在过完年的上班第二天 就先为年底的台北市长选战 抛出了风向球 华氏新闻红沛华刘俊南 他被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